来 给我 来 给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方东海 今年多大 十岁 十岁上五年级了 四年级 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 今天周末 谁认课啊 我有个儿子啊 跟你差不多大 不管是周末 还是寒暑假 他妈就给他安排上 法语课 英语课 跆拳道 钢琴 小哥哥真可憐 你能跑到医院那边 拉包风筝了 我爷爷在住院 我就放手来陪他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我爸妈 他们去外地挣钱了 我爷爷说他们 掉千言里的 别人情人 大人不挣钱 怎么养你们 这高几祥啊 真让人又在做木头 有什么木头的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 就想跟您掏镜头 一眼都看到底 人是你爸 你能不能也出去 你在这儿 没办法公众了 这 这 我去门口 有事您叫我 你真能吃两个啊 我跟你说啊 叔叔小时候啊 特别爱吃有一种面 叫猪手面 我的爸爸啊 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 猪手呢 就给我的妹妹吃 我的弟弟呢吃面条 我只能喝汤 所以啊 我长大了以后 我就吃猪手面 你如果喜欢吃汉堡 那你要好好挣钱 如果你有足够的钱 你想吃多少汉堡 都有 你跟一个小朋友讲 这些乱七八糟的 做什么呢 我跟他聊 人要奋斗 要努力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 你就要激发别人的贪欲 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 控制不住自己 很有可能就犯罪 他是小孩子 不要这样对他 另外小朋友 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 陌生人的东西 不要随便吃吗 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我就烦你这种人 你成天跟孩子 讲什么大道理啊 我真没有给他讲 我应该是在给你讲 听不懂是吧 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来 小海 叔叔问你啊 这里呢 有一个汉堡 这里是一堆汉堡 吃不完的 你选哪个 谢谢叔叔 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 谢谢叔叔 叔叔再见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紧 来 你们先控制好局面 我马上就到 安静 罗总 怎么了 莽森的工地被强拆了 伤了十几个工人 酷 看不出来 嗯 了